凤陵警分局辖区内有很多偏远村落 居住的长辈也很多 为了协助行动不便和独居长辈 能够在派出所远警的协助之下 顺利完成御地五倍券的登记 也解决民众舟车劳顿的困扰 圣巡五倍券预购自9月25日正式开跑之后 花莲县万荣乡内没有超商以及邮局 为了解决乡亲舟车劳顿的困扰 花莲县警局配合经济部 比照去年发放三倍券的方式 协助涉及于万荣乡内的民众 可以自万荣、西陵、红叶等分住所预定领取 因为地域广阔 其中万荣乡、西陵村、建勤村、万荣村、名利村 以及红叶村等五个村落地属偏乡 没有邮局以及便利商店 为了方便在地民众领取五倍券 特别由西陵派出所、万荣分住所 以及红叶派出所协助办理 预定以及发放 本日为预定首日 并将于10月8日起开始领取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携带身份证、健保卡 以及驾照等身份证明文件 到这些派出所办理手续 预定登记的时间8点还没到 数十位的乡亲就在派出所外等后 多位行动不便的年长者 开着电动四轮车来到派出所 对他们来说是相当吃力 不过警方提供的协助 也让他们解决了许多的不便 你第一个预约就预约完 预约完 会不会很复杂、很麻烦 不会不会 不会哦 不是啊 家里面有没有人 会不会用手机来订一订 我如果不可以 我还不会 你不会用那个 所以你们都是要来这里排队用这个 对对对 万荣乡有六个村 共六千位的乡民 由于行政区以内没有邮局 以及八大超商 乡亲需要大老远 跑到其他乡镇的邮局 以及超商排队处理 幸好附近的派出所就能够登记 不用到外地就可以预定办理 领取振兴五倍券的措施 解决了长者许多的困扰 记者林杰 万荣乡采访报道